新式身份证票选惹争议 内政部次长挂保证没有黑箱 绝对不可能有各位在一些媒体上反映出来 黑箱作业等等的问题 这绝对是专业 内政部公布身份证明文件在设计得奖作品 结果由行Shap获得设计奖 将成为未来身份证设计依据 诶等等 这个设计才得46票耶 人家岛民在地在票选活动中 狂拿快10万票 结果只得了人气奖 这是头心酸的吗 说实在话 至少从我们从评选的评语里头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评审为什么会选他 有网友怀疑 是不是因为岛民在地没有国旗 我想大家都想太多了 然后国旗一定会在身份证上面 那一般民众又怎么选 我觉得球犯多效就比较好看 就是他选的这个部分 我知道蛮欣赏 很简单明了 我也是比较喜欢简单一点的 我觉得评审选的我比较喜欢 感觉比较简约的比较好看 就是评审选的 感觉投票出来的比较高 还是要尊重一下大家的意见 政治中心结果街坊支持评审的比较多 报道 报道